今天上午东航C919客机搭载150多名旅客 从上海虹桥国际机场飞往西安咸阳国际机场 这是继沪荣航线、京沪航线之后 东航C919客机直飞的第三条定期商业航线 今后东航C919客机每天在上海至西安航线上执行两个往返航班 截至今年2月29号 东航C919机队累计商业飞行超过3272小时 乘运旅客超过14.5万人次 而目前东航机队中已经有5架C919大飞机投入商业运营